还是活下去 比较重要 我打算接下来要戴上帽子 墨河的冷 咱们都已经见识过了 你看这眼门 你看这眼门得多沉啊 而在这零下四十度的极寒之下 Jason他们冒着冰天雪地 也要去一个地方 这是凶器吧 这里是哪 又会有什么宝藏 真是不得了 肯定野生鱼最好啊 你在北京吃得着野生鱼嘛 而Jason他们又会逃到 什么难得的好货呢 整个人吓死精神了 那可不嘛 墨河的冬天长达七八个月 而现在正是最冷的时候 好呛啊 是吧冷空气 这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就是特别凉 比奇奇哈尔还要冷二十度的墨河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好意思啊 我发音就毁了啊 我两个小时前刚抓的头发 还是活着比较重要 没带一次 不过也因为这么冷 才有这儿的一个特色 带上去猪很像当地人 像吗 像像像像 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 而且是在离Jason他们不远的一个室外 这样真的好短暗呀 这样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随便溜达了 一点都不害怕 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都裹得严严实实 所以行动上 人来人往 Jason他们来到的是当地一个很有人气的市场 现在我们在这地方就是一个露天的市场 就是墨河一个比较有名的露天市场 墨河不仅寒冷时间长 最低温比冰箱的极值还低 然后他们这儿特色就是把所有的生鲜水果都放外面 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露天市场 是个露天的冰棍 食物在这个天然冰箱中保存更方便 保存期也更长 所以才有了这儿全是动货的市场 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个是江鱼 这个野生的应该 占据了市场一大片的鱼滩 最先吸引了Jason他们的注意力 这个不是过年那个娃娃抱的那个吗 祝大家年年考虑 而Jason他们不只是来这儿逛逛 还为了后续的一个体验 置办食材 老板跑了 老板跑了 太冷了 那咱们边挑边等着吧 那咱们边挑边等着吧 两分钟就回来了 两分钟就回来了 等你半天了 老板好啊 见到只简单应付了一句的老板 平时很活泼的两位师妹都不敢说话了 老板他激眼了 但是聊多两句之后发现 你看着脾气挺好的呀 没想到老板不仅和善 还很有东北人的幽默感 那是黄鱼 黄鱼 对 反正这个是江里子 鲤鱼 对 这么老大 对 大马哈 对大马哈 在哈尔滨 在黑龙江的流行都是江鱼 老板摊上多种多样的鱼 都是产自本地的江鱼 我都没听过 虫种系列 没听到人家自己养的虫物似的 我也没吃过 虫虫 虫虫鱼 墨河有以黑龙江为主的多条大河流 所以水产也是当地的特色 将天抽完 然后再冻上 对 出水就冻 你想哪家新鱼 那都拿不出 但鲜鱼被急速冷冻之后 鲜味也被锁住了 口感和味道 其实和活鱼很接近 那个巨好的鱼呢 而为了方便顾客 这里也卖分割好的鱼块 骨头桩子呀 也得告诉他 这些鱼是吧 太不嫩 不过作为吃货 Jason对食材的品质 可是有高标准的 肯定野生大鲤鱼最好啊 你在北京吃得着野生鲤鱼吗 这可比我们吃那两家都还嫌野生大黄鱼大多了 别瞧不起鲤鱼 野生的鲤鱼 那咱们就买这条难得的野生大鲤鱼吧 没有的 我就来一条 你能不能吃 你就给我八十块钱 这么大的鲤鱼才八十 一千三百一十二 你得说这鱼真好吃是吧 那真肯定好吃 那挺 花了这么多钱 咱们可不是真买来当摆设的 信我的话你可以加微信 没说吗 我这也是上过央视的人 哎呀 看来咱们刚刚在寒风中的等待是值得的 这个黄的跟白的有啥 白的姜米 这是黄米 黄米 姜米不就是糯米吗 对对对 在鱼摊的时候 小小师妹就已经盯上了这里的糯米粘豆包 这个 这个回家里烘热吃啊 对 蒸 拿蒸替蒸 几天没吃真正糯米制品的小小师妹 哪里忍得到等正好再吃 极限挑战 别咬啊 虽然已经是熟食了 但这个粘豆包可是硬得像砖头一样 能摘一下 小心翼翼 毫不畏惧 东北小伙伴亲身经历过的教训 感觉你在吃那个糯米瓷 站住了 站住了 哎呀呀呀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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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再热爱也不能对抗自然 小小师妹这时候知道害怕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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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了 哎呀 救命啊 小心小心 你要看我的鬼 张坏了 别别一把拉了会破 舌头就粘上了 等会儿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 别做啊 no做 no do 马蹄子 这还是生的马肉 大姐让我们尝尝零下四十度瓜子 还是能现场试吃的 对吃货更有吸引力 里边是冰的 但在东北 冬天更热销的是 你们俩还没体验过 东北人的乐趣吧 咋会体验到这一轮 你们都不需要冰箱 有了小小师妹的教训 同样很冰硬的冰棍 咱们得小心吃 好开心啊 我们在零下四十度吃冰棍 那么请问零下四十度吃冰棍的乐趣在哪儿 是这样的啊 我们正常吃冰棍是在屋里吃的 在室外别说咬不动了 有些人还没吃上呢 太结实了吧 怪不得刚刚吃冰棍的时候 像在施工现场那样 穿梭在市场当中 Jason还要找一样很特色的东西 还有更好吃的东西 是在这个市场可以吃的 就是这个黑锅琉球的洞梨 多像骰子 这可以发射子弹 这玩意都特色 你腰点 黑龙江冬季很难吃到新鲜的水果 但冻过的反而别有一番独特的口感 小小的市场逛一圈下来 咱们的收获也是颇风啊 主要是那条大鱼 你都可以吃 我就吃一个 虽然冷 但这冰的东西真是越吃越上瘾 来 建哥 这才是真正的冰糖葫芦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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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是拿到车上画一会儿再吃吧 从室外带的寒气充满了整个车厢 在极寒地区生活还真是一个考验 真的无论你穿的再多只要你在外面站绝对头 大家在这半个小时吧 差了 我感觉已经到了人类了 极限了 不过这么极致的体验还真是人生难得啊 这辈子一定要来一次 但来了你就也就来一次 我已经舍不得头啊 苍蓝 才在墨河待了半天 也还没吃得尽兴 这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必须得回去一下 是要紧急复理的吗 对 加油 事关家家命运的事情 Jason就得临时回北京处理一件大事 我只想好好在外面吃 我只想好好在外面探索 这些好事就先让两位师妹代劳吧 才下午四点 白昼很短的墨河 开始有了点节日的气氛 我们突然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不是过年 但却是你们俩最想要过的圣诞节 上一回我们门洞上是在延吉 也正因为这儿的冰天雪地 所以这里每年冬天都很热闹 这就是我们今晚吃饭的地方 看起来很清晰 很清晰 而和节日最相称的 当然就是大餐了 没有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吃这个有当地特色的东北菜了 而且是一家很适合过节 看着很豪气的当地饭馆 这家店在墨河小有名气 这家店在墨河小有名气 满满一面墙的菜单 以东北菜为主 但价格倒没有比肩贵气的装修 先来份糯米饼 先点上一份最爱吃的 还有肥肉 你天天的都是过年的时候吃的 这么老的天气 咱们应该整个杀猪菜 整几份大肉 有野生鲫鱼 野生姜白鱼 野生鲫鱼 野生鲫鱼 喝那种的有冰酒 还有鲫鱼的西纳冰酒 对了 过节怎么能少了酒的助性 那就一定要来一瓶 而且还要喝得尽兴 嗯 蓝莓味很浓 有点像蓝莓果汁的那个味 人风节日精神爽 来 先喝上一杯 好好喝 嗯 果汁 其实它要是冰了以后 冰镇了以后 可能更好喝就是果汁 大兴安岭盛产蓝莓 当地人更是把野生蓝莓 当成日常的水果 它这儿的蓝莓呢 就是品质非常好 抹粪 就是你尝的那个蓝莓味 会更浓 所以用当地野生蓝莓 做的各种制品 果味都会很浓郁 它就是有一点那个淡淡的蓝莓味 主要就是甜 还真是就是甜 而另一款蓝莓冰酒 嗯 这个酒味重 这个酒味重 酿造冰酒的环境极其苛刻 全世界的产量都非常欣少 更何况还是蓝莓冰酒 这个好 还是喝这个 还是喝这个好 来来来来 当然得趁机多喝上几杯 准备开开心心吃大餐了 过年了 这么丰盛的一桌 几杯酒的功夫 咱们的菜就已经上齐了 哇 这个桌上太丰富了 你看看 这有炖的 有炸的 有煎的 还有这个凉拌的 这全都是北方过年的时候的特色的菜 而且每份菜的分量也很有东北特色 下酒菜 我能偷吃一个吗 吃吧吃吧 大菜咱们就先放一放 咱们先吃下酒菜开开胃 尝一尝这个新鲜的柳根鱼 尝一尝这个新鲜的柳根鱼 不错的是可以吃的 好香啊 它这个 里面还有籽 整条鱼只裹了薄薄的一层面糊 它一咬是那种蓬松的 像海绵一样 你听吧 而且鱼刺还少 一条接一条吃着很过瘾 这个鱼你看它外表炸得干干呢 它里面肉其实很肥 很肥 绵密的口感很好吃 更难得的是 它里面内脏给你掏着洞 里面给你清的很干净 没有腥味 鲜自流经墨河的黑龙浆 鲜味也是极浓 单吃或配酒都很合适 这鱼太好吃了 太久了一个鲜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外地 你基本上不可能吃到这个鱼 黑龙浆素有三花五螺十八子 七十二杂鱼的说法 而且在东北也不是每个季节 每个时期都有 你看刚才老板也说了 他要去市场买 也不一定有卖的 他要根据有没有这个时令 和这个鱼当时买的这个时价 规定餐厅有没有这道菜 而优质品种的柳根鱼 是有钱也不一定吃得到的 说要是如果是野生的柳根鱼 大概就巴掌这么大点吧 一百块钱一斤 在北京能卖到八百块钱一斤 那咱们可是吃了一大盘 这多少钱 我其实很期待锅包肉 因为我没有吃过 你说了好多遍了 平时极少吃东北菜的小师妹 听到最多的就是锅包肉 咋样 咋样 好烫 喜欢吗 我没想到它是翻甜口的 加了糖和醋的锅包肉 是上海人小师妹爱吃的口味 香很香 它的外壳很脆很香 偷偷吃了一下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肉很紧实 很韧紧 可以嚼很久 但东北饭馆在北方很常见 爱吃的小小师妹 对这道菜是再熟悉不过了 锅包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那个面糊啊 千万不能裹得太厚 因为你知道 其实里面的肉是很好熟的 在炸的过程中面反而不是好熟的 那个 所以它那个调配不太厚 我没想到它是这么韧紧 这么香的这种口感 嗯 越凉越好吃 这我有问题 咱们把锅包肉拿到外面去 弄出去 下边来 中午在市场逛了一圈 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上了冰茶的口感 把你新爱的锅包肉端出去吧 拿好来 给 好冰啊 你怎么藏起来 两位师妹还是很有吃货精神的 碗里的锅包肉已经被冻得冰硬了 一天 黄黄黄黄呢 根本需要 这也太快了 这个 哎 哎 哎 你别说 这种品的真好 这一次的试验非常成功 酸甜冰凉变成了一道甜品 这是来东北必须吃的 说实话 这个杀猪菜 我也是第一回吃 在雪地里走了一遭 必须来点热乎的暖暖身体了 猪血吗 猪血 猪血肠 这个是大肠 小肠 猪小肠 嗯 这个我知道 这个五花肉 对对对 杀猪菜其实不止一道菜 而是以前农村杀猪后 用来招待亲朋好友的多种菜 带瓶的统称 我们应该先尝尝这个汤 你知道咕嘟咕嘟的 这个汤 哇 上一层油脂 嗯 因为这之前呢 是高汤 猪骨汤加猪肉 用炖过的高汤炖白菜 而今天咱们吃的是这两样 哇 这个酸菜酸 就装住汤 用东北大白菜做的酸菜 不愧是以酸出名 只一口酸菜汤 立马神清气爽 因为我吃过那个五花肉炒白菜 你知道五花肉那油脂煸出来以后 炒那个白菜 是吧 巨像 按照小小师妹以往的经验 先将这一盘拼盘 放进去炖煮一会儿 烫死了 心急吃不了热杀猪菜 心急吃不了热杀猪菜 哇 好烫好烫 它好爽啊 这个时候 正是各种味道相互融合 香气也非常浓郁的阶段 我这块五花肉是肥瘦相间的 然后它瘦的地方很筋道 然后它肥的地方也不腻 因为加了这个酸菜 可以起到解密的作用 加在一起搭配简直完美 农家的猪肉越炖肉越香 而内脏 所有的猪的内脏的味 加上这个酸菜的香味 太过瘾了 又热又烫 却又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吃遍里面的食材 它猪肝是嫩的 做得尝 像什么 你不觉得像猪大骨里面的骨髓吗 粉粉的口感 做法朴实 却都发挥出了食材的极致风味 它真的很会搭配 它 你想想它这么多种 每一种 其实口感都非常不一样 当然 这也要食材本身足够优质才行 我觉得我们五花肉 应该早放炖久一点 有香 飘出来是吧 不够油 吃杀猪菜 一定要有够油腻才香 那换种吃法弥补一下 加点料 这是啥呀 胡椒 白胡椒粉 刘大胖佳佳 越来越能get到东北混搭的精髓了 太极鲜了 见得太好吃了 这道菜不管怎么吃都好吃 怪不得适合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鱼都认全了 老妹 认得非常的全 介绍介绍 接下来这道菜就没那么烫口了 江华鱼 嗯呢 嗯呢 这个鲜鱼 是吧 墨河有千余条河流 鱼的品种多到数不胜数 而水产大户的墨河人可以吃得上拼盘的鱼 好咸 这是我们家做红烧鱼的做法 入口先尝到的是偏咸的酱汁味道 嗯 鲫鱼肉汁很嫩的 再多吃几口 多尝几种鱼 鲜鱼的肉感觉更厚一点 鲜鱼好吃吗 好吃 一点都没有鱼腥味 很好吃 又没有骨头 就能吃出鱼的鲜味 江白是这三种鱼里面肉质最硬的一个 所以它们这三个层次很分明的口感 一个是硬 一个是中冷 中冷 一个是软 但其实这道菜并不是给大家吃说这个鱼 我觉得更多是要砸磨这个味 因为全部都是小小条 东北菜的分支黑龙江菜擅长做淡水鱼 不仅是因为本地的鱼类优质 像这样的酱汁一定是拿热油烹过酱油以后 把那个鱼肉全部打散 你看所有的这些凝固的部分都是鱼肉渣渣 这部位是最香的 和当地的玉米饼是绝配 蘸上酱汁 玉米饼就变成甜咸口的了 因为我是上海口味嘛 我会觉得有点偏咸 但这样蘸着就综合了一下 我觉得很OK 但小小师妹至爱的还是糯米饼 绝嗓子的高潮感又来了 来东北必须要吃的是啥 最后一道鸭皱的 据说以前是一道宫廷御膳 姑爷领进门小鸡下断魂 那要是有过年的时候 这个家里来且的时候 你才能吃到这个小鸡炖蘑果 走入民间 小鸡炖蘑果也是东北人最喜欢的菜品之一 哇 吃鸡 它肉好紧 嗯 散养的墨盒笨鸡很有嚼劲 而且肉香浓郁 它一嚼好香 好香的肉味 而且还带有一点蒸馍的鲜香 蘑菇吗 蘑菇 蘑菇 咱们前两天吃过 吃了豆腐脑里呢 对 豆腐脑里的那个蒸馍 但更大个的干蒸馍 在这里可不仅仅只是提味 哇 非常的香 香气比新鲜的蒸馍更加浓郁 就有点像我们的 就我们平时称的茶树菇的这种口感 对对对 非常像茶树菇 而且口感很好 是这道菜的主菜之一 这个蒸馍才是炖鸡里边的 一个点睛的精华 因为优越的自然环境 黑龙江的山珍和蔬菜 是国内知名的 想吃这个粉条 不然土 粉条也好吃是不是 好韧 晶莹剔透的粉条 就是用本地土豆做的 人人都知道 东北的土豆特别好 是吧 做成这个粉条以后 它那个电饭还要特别高 很有弹性 三种食材 三种独特口感 搭配起来相得益商 而且呢 它能给人体提供一种热量和滋补 怪不得从古到今都这么受欢迎 因为我一直觉得东北菜就是分量大又咸 这是很多人对东北菜的印象 但就今天这一段知戏之一的黑龙江菜 就足够颠覆小师妹的看法 从这次开始你 你有没有一点爱上东北 爱上了 我回上海必须得去找一家东北国人 然后走进去就跟他说老麦 你的老麦还是要再练练 味道足够丰富 品种足够多样 品质更是上乘 刚才我们来路上看了烟花 我们又吃了这一桌子 简直就是过年 来到墨河 除了欣赏美景 这家店也可以期待一下 像是热热乎乎的 还有你们自制的 稀里呼噜的 朋友一圈围在一起 喝酒吃饭 这才真正面 对比孤单的Jason 两位师妹今晚过得可太美好了吧 为了圣诞节而来墨河的两位师妹 当然是不会这么简单过的 你能想象吗 圣诞老人是我们每个小朋友小的时候 圣诞节的愿望 圣诞老人 那也从来没见过真的 下一期节目 他们将去到一个真正有圣诞老人的地方 他整个装修就特别有那种欧洲小木屋的感觉 我的少女心 想象中的圣诞老人 心心念念的梦幻圣诞节 会是他们期待中的样子吗 即日起关注路见不平来晚饭 官方微信 回复攻略 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哦 持续更新周 Hello大家好 今天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 它是一个集晚安粉 还有定装散粉鱼一身的一个宝贝 就是这个 玉本玉木本的晚安粉 它的外观属于那种比较高端大气简约的那种风格 它非常非常大一块 你看在我手上 它有这么大 大家都知道玉木本他们家主打的就是 珍珠成分的美妆产品 所以它这个粉里面有自然的一些珍珠光泽粉 还有一些珍珠养颜那些美白的珍珠粉成分在里面 然后它的这个珍珠磨成的这种细粉里面 有一种东西叫珍珠光粉 它这个光泽会给皮肤肤质的提升 还有色格上面的一个提升 然后它里面很好的就是 它有一个大大的粉铺 而且它是那种融融的面 你看这个粉 非常非常细 而且它是这种透明质地的 有一点点的颜色的提升 你看一下 你看基本上看不出任何的颜色 但是摸起来特别的干爽 它这边涂上脸以后呢 它是那种雅光雾面的 融融的很健康的那种感觉 两边脸对比 就是这半边脸 就是一下子就让你感觉没有那么油 这边还有一点点的那种油量 但是这边就没有 完全特别细腻 然后你上手摸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的那个触感特别干爽 它除了有养肤的珍珠粉在内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定妆功能非常的好 它不会厚 不会有那种结块 你抹到手上 就是哪怕是你会经常出汗啊 都不怕 因为它能很好的就是把你的这些汗液和油脂 然后分解在这个散粉里面 就很好地帮你起到一个控油的作用 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其他的香味 其实就特别特别像那个 我们平常用的那种珍珠粉 所以说这款量又大 成分非常安全的散粉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吃喝杂货店 然后呢去看一下最近产品正在上新哦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吃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期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结果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呗上线 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啊 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跌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们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 将会是 见偶像 便宁员 被投胃 被日常投胃 给高级投胃 所谓幸福让人发胖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不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不出来面包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小鲜肉专幕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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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fist 对 感谢观看